I had tried my best, then I have no regrets at all 我已經盡力了,毫無後悔 這句話是著自American Idol的William Hunt在台上說的 自古成功再嘗試 好像今晚我仍然都會說落選亞姐、蝕影兒 還有創造一百毛的其中一位林日希他要辭職了 還會說吳亦凡的媽媽 壓軸就會說黃占、林彥莉、梅艷芳和劉培基他們的日事 Never stop dreaming and don't forget to make your first move As the good fortune will always knock your door without notifications Are you ready? 飯都是臨開咪前 即是麵是臨開咪前 開live前的十分鐘 吞了麵 可想而知我的時間有多少是奉獻給我的網民 吳亦凡 如果你想知道關於詳情的話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有兩條影片 今天裏面已經出了兩條影片 當然今天不是重複說回今天下午說的話 說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聽 原來吳亦凡最近說一些背景 如果有些新的朋友 因為我很開心 因為有網民 我都聽你這樣說 多謝 如果哪個網民你們是外國 現在在聽的話 留 因為我覺得很自豪 能夠為海外的華僑 出一分力去說娛樂和資訊 是一種榮幸 因為我每天都做好功課 其實我不是只說娛樂新聞 而是我想將一些生活 或者一些任何商業行業模特兒 看別人成功的個案 或者一些人物的傳記 也有些新聞 或者有些不同的文化 有些掌故 其實我都會喜歡在我的影片說 在我開live或者剪短片說 所以我自己當然希望所有的華人 因為聽得到廣東話 都是華人 無論你之前是不是住在香港 或者在外國大 我們都是講著同一個語言 都是廣東話 所以我希望可以 喂 你在巴黎嗎? Winni Poon 多謝 好榮幸 多謝 你看看 為何我這麼開心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看書 我覺得能夠吸收很多不同的Multiculture 他們亦都住在很多來自不同世界各地的地方 即使你是住在香港 每天都能夠聽我的節目 可以吸收一些不同範疇的生活智慧 I'm on the list Sharen Lee OK 謝謝 Sharen 你在哪裡來的? 是不是你說你在巴黎 LA Share Lee Lam 多謝 謝謝 Zicote Pion 是來自馬來西亞的 Erin Lau 給掌聲 是來自英國的 Chi San Wong 是來自澳門的 我當然知道你是來自溫哥華的 多謝 你知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 即使住在香港是一個Multiculture的地方 如果你們來自世界各地的 不同的地方 每天都會見到很多外國人 那怎樣跟晚上這個時段 我不知道你的國家是什麼 Winnie Poon Bushu Bushu Share Lee Lam 來自新加坡 多謝 好榮幸 Share Lee Lam 來自Lis Angeles Denise Denise 來自馬來西亞 Penang Bushu 是來自香港 但是住在新加坡 多謝 好榮幸 好榮幸 This is my honor to be your host During the live show 多謝 多謝 From PA 多謝 Tali 多謝 OK 為什麼無端端說到這麼遠 Anyway 因為我覺得很多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每天都花很多心機 我不想只是說娛樂八卦 我希望可以將多些生活 一些脆味 或者一些常識 或者一些生活 這些東西 就可以加入一些娛樂新聞 即使大家評論一則新聞的話 可能很多人都會知道 聽過吳亦凡 最近怎樣怎樣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你可否有一個新的角度 一些top up 一些脆味性的東西 可以加入 現在就來了 可以在不同方面 講一點 In case你們新的 19歲的網紅 這個刀尾竹 踢爆了 吳亦凡是有姦的未成年少女 隨著這個刀尾竹爆料 不少KOL 也站出來 公開 所以跟吳亦凡是他的對話的CAPTO 表示曾經有吳亦凡的團隊 向他們接觸 有證據 因而吳亦凡的淘息風波越鬧越大 其實不應該再說淘息風波 不是風波的 不是什麼 不是風波的茶杯 茶杯的風波 而是淘息案件 現在已經CASE file 已經開了一個CASE file 已經入了案 上了這個公安 所以以後大家改口 淘息案件 昨天7月31日 在北京的朝陽警察 表示了已經將他刑事拘留 當然下午也說了 引起外界的熱議 大家都在這裡紛紛說 也有微博 是熱手 這個吳亦凡 佔據了不少的post 其中的熱手就是吳亦凡媽媽 這一段我先說他的媽媽 原來網民說 發文在討論他媽媽究竟什麼 他媽媽大意滅親 Ariel Lam是誰 Thank you updating the news and provide so many information every day Thank you Ariel 多謝你 It is my pleasure 人們已經不說去刑居 大家都知道他在刑居 現在每個人在討論他媽媽 因為說他媽媽是大意滅親 那些網民也在討論 他被警察拘捕了 亦說他媽媽報警 什麼事他媽媽報警呢 為什麼他媽媽無端端會報警呢 就是指 這個刀尾竹打算是敲詐 然後因此警方才開始調查 他媽媽 他媽媽惡人先告狀 就說這個刀尾竹 說真的 是不是真的這個女生 他先敲詐 因為他無端端的戶口多了50萬 多了幾十萬 然後他逐點逐點還回 因為有些可能不能一天 就入錢 可能幾十萬 怕你洗黑錢 是吧 所以呢 那個女生就說 我不收啊 有人無端端入了錢 我戶口而已 然後他就自己 退回銀行 這樣 然後這個女人 因為可能他吳亦凡的團隊 也是有工作的 喂 那些錢無端端入了女生的戶口 是不是呢 你自己 那個女生 現在十九歲而已 你怎麼說 你吳亦凡多少歲 帶過人家這麼多 對不對 還有 別人一支女生 你自己是整個團隊做事的 現在水洗都不清 還有 不單止這個 現在他已經說了 多過八個人以上 其中兩個是未成年的 沒有十六八個 這件事都是很難搞的 說他媽媽就說 告這個女生 去報警 警局報警 涉嫌說這個 刀尾竹敲詐 好了 這個 因為他媽媽去警局報警 說這個女生敲詐 才令到警察去調查 你明白嗎 根本這個女生 在六月 已經在網上開始唱他 但是當時引起的爭議 是沒有那麼大的 所以 若然未報 時辰未到 好了 這一個 就說了 就是因果的問題 對不對 一向人都知道 她媽媽很疼她的兒子 疼到什麼地步 就中壞了她 你自己 就是 就是其身不正 就搞到兒子 衰到這樣 你知不知道 生到樣子這麼英俊 就根本不需要用到 這麼涼骰的手段 去認識女生 如果 兒子 是你交出來的 是這樣的 你就應該受到 你應得的 恩果 對不對 我現在找了一個 活生生的例子 在網上找了一個 關於恩果的事 跟吳亦凡的遭遇 相似 話說有一位學生 有一次就告訴 一個作者 他在一個現實之中 真有其事 足以證明 多行不宜必必 這句說話 吳亦凡 以及跟吳亦凡一樣做過 我告訴你 現在陸陸續續 應該不止 吳亦凡是做這些事情 我相信全中國的明星 未必只有吳亦凡做這件事 不排除其他 所以我相信 遲些陸續有機會 有其他人出來舉報 我相信 一來是做這個左下作用 日後可能 人們會怕些 起碼最低限度一段時間 人們不敢做這件事 另外就是 現在你說之後不敢做 但之前有些人做了 現在是怕到鼻孔都沒有肉 你明白嗎 所以我想 有些人已經很害怕了 我相信 不只是他內地的男明星 是做這些事情 是一些套路 所以我想 現在某些明星 怕到鼻孔都沒有肉 我繼續說 這一個故事 他說 足以證明 多行不宜必必必 的因果現象 他說 南部裏面有一家人 他隱姓埋名 他人非常證明 他說這件事 但是他心術不正 非常富有心機 心機女 很有機心的人 他的父親 和他的故鄉 向別人借了錢 然後從來都不立收據 我跟你說 我如果說這個事實的話 我亦都希望 說這個事實的時候 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慢慢消化我說的話 因為可能是出現在你的身上 或者曾經出現過 或者將來有一個記憶 如果別人跟你借錢 他說 不用收據 我跟你這麼朋友 我有一個富二代的朋友 他父親 原本是第一批個體戶 他發了 然後來到香港 很有錢 然後他做生意的時候 但是他原本不是讀這麼多書 但是因為國家開放 發展 他又發達 然後那些人做生意 他自己就沒有跟別人立合同 都是個個朋友 我們朋友不用了 信得過 然後到了97金融風暴 他就慘了 因為別人欠你錢的話 他跟你朋友 他沒有跟你簽合同 但是他弟弟就聰明了 每次跟你跟著 就聘請一個律師來 為什麼 全世界最有錢的民族 就是這個猶太人 因為他們很懂得利用法律 多謝這個誰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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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現在說到這裡 說他 他的爸爸 跟別人做生意 或者借錢 從來都叫別人不要立收據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 他跟你說 當然幾十元 請碗文吞麵 你請得起 不用叫立收據 才會被人吵架 但是如果人家問你借一塊錢的話 多熟也好 人家為何要找你品 借錢不還 就是因為看得出你的臉皮薄 如果你是覺得 事情都是鮮小人口君子 立了 將來撕爛去一回事 但是一定要立 我現在說這些東西出來 都是一些 聽回來好 或者我自己借了錢給別人 別人不還 自己按鈕了 就和你分享 所以 因為很多人 都會利用別人的同情心 現在我跟你說 分享了這些生活智慧 繼續說下去 她說 這個人的父親 跟別人借錢 從來都不立收據 並且多多藉口 避免寫借條 即是收據又沒有 借條又沒有 總之任何 留下證據的東西都不會 如果別人是這樣的 你應該豎起 觸覺 覺得是有問題的 後來這一家人 利用了他的鄉親 就借了一個巨款 在附近一個城市購買了一個樓房 然後再搬走了 就去了城市居住 在鄉下問人借錢 就不立收據 什麼借據都不 買了一間屋在鄉下 然後自己又再搬去城市 很多的債權人 都想為了這件事 想討回的借款 就是問他拿錢 人都走了 千里條條跑到城市 找這家人 但是這家人 不單止借藉口去膚顯他們 甚至乎和他們反面 不認帳 如果你問他借還錢 的時候 他就直接和你反面 說我不認識你 我根本都沒有問過你借錢 老實說 真的 你問人還錢 比問人借錢還慘 因為為什麼 人家求你的時候 要求那樣 假裝死狗 我說有些立心不良 我不是說叫你 每個人都這麼心長眼 但白白寫一張借據 會好些 但這個立心做壞事 人家去那個城市找他 我都沒有問過你借錢 你傻的 我不認識你 不要貼我金腔 打法都有人走 這些債主 往往是不能具體有效 拿出的借據 所以他們都是吃白果 雅子吃黃年 有苦自己知道 又有一次 有一位老婦人 就向這家人 拿回債務 當時的債務大約是2000元 當時的土地一夾 才是1000元 即是那年代很多錢 這家人又不肯認帳 後來經過不斷對辭和吵架 辯論才勉強還給老婦人 不過只是不能夠還足所有的錢 這個婆婆聽了之後 認為一生的積蓄已經是 付諸流水 凍過水 可能還少少給他 不能夠打法他 還少少給他 打法他 但這個老人家 就覺得很慘 非常傷心和失望 在悲傷又很氣憤 竟然一生不開心 老人家一生不開心 不久之後就含恨而終 這個人問了別人借錢 又不還 又不理什麼對象 令到這個老人家間接過身 這件事就算了 但這家人的兒子 原來是讀醫科畢業 一直在家中開業行醫 這家人 父母做了這麼多壞事 別人借錢不還 不止一個半個 還間接令老人家過身 自己的兒子走去行醫 然後俗語一句說話 飽戀絲藏玉 我改的 其實那句說話 引經據典應該說 飽戀絲淫玉 但我 你知道我個人 有時都比較文雅 我人比較文雅斯文 飽戀絲藏玉 他一個人名勝利咒 因為讀完醫後 然後享受溫柔之香 往往變成愁悄滿志 甚至膽大包天 結果他當然出事 有一位 身為醫生的兒子 因為一次企圖 向一個婦人非禮 我沒有說到 他在行醫的時候 去非禮婦人 大夫那一隻 真的沒有人的雞 我不知道 總之 薛菲是一個婦女 結果大義殺了對方 事情傳了開去 這位婦人的家屬 因此對方 覺得自己有財有勢 平時和這個法院機構 有非常良好的關係 只好逆來信秀 沒有提出控告 證明有時 因果的事情 可能看警方 若然未報 就時辰未到 好了 我們繼續說 他逆來信秀 覺得這大枝東西 跟警官那麼熟 但他很難過 私底下向對方表示 要求三萬元 做處理事後的費用 他家裡的婦女 是有了事 但又不報官 但他就問他 你給他一點點事後費 這個又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 是流行做這些事情 但他說 其他我都不加以追究 但這家人不僅不靈情 還反而盛氣靈人 現在的情況 跟他媽媽差不多 你自己的兒子做這些事情 那女子不高興 在網上發言論 對他兒子不利 怎料他自己更反著頭 就說女子去烤足鋼 勒索他 然後去報警 所以警方才發生這件事 知道越查越多 為何你們的兒子和我 有這麼多證人走出來 指證你兒子 所以搞到今時今日 我還未說完這件事 然後 這一家人 一毛錢都不給 就叫這一家人 你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他是息事寧人 也沒有把這件事擴大 但他自動幫他看醫生 拿出三萬元 就請看醫生交給對方 沒想到這位醫生的太太 因為自認對法院極有把握 因此 竟然把這個款項 飽中私囊 就不給對方 一位好朋友 他這家人 醫生的家人 就不理這件事 但其中一位好朋友 就想息事寧人 自己自圖腰包 就想拿三萬元給這個家人 被婦女污辱了 被醫生污辱了 但中間人自己收 很像這個案子 因為其實吳亦凡 那件事 現在中間有人 因為有案中案的 不僅是他們 這個都美竹和吳亦凡 但中間還涉合了 又是叫他幫我付錢 然後有人落價 中間 這個詳細再跟大家follow up 但是現在在說這件事 是很像的 千算萬算 也不知道 人算 比如天算 美冥中有安排 然後法院 忽然之間 神推鬼恐 換了一個鐵面無私 公正言明的法官 法官知道了這件事 知道原來他非禮了那個婦女之後 然後就把別人殺了 這件事傳到他 剛剛新來的公正法官 結果這個意思 終於有各種不理他的證據 被判最長的徒刑 而且最後身敗名裂 還要狼湯入獄 接受了各法嚴厲的裁判 所以這個故事 就俗語 這件事是真的 發生在內地的 可能發生不同的範疇 或者行業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最終人給了一句說話 這個事件的主人翁就是 夜路走多了會見鬼 其實就是那句 多行不義必斃 所以就公 他說 有些人千萬不要有慈無恐 做些傷天害理的事 否則一旦報應臨頭 後悔莫及一失足情千苦行 好 祝你這個悟易凡 就給多些人去通理跪筒 好嗎 好嗎 我講完這一個了 講一下 阿美芳的徒弟 好嗎